为了提供政府在规划农业政策与资源 该如何有效运用等等的正确的数据可以参考 因此每五年就会进行次农林与牧业的普查 而新庄区公所也特别呼吁大家 今年的普查时间是从4月1号到5月31号为止 那么由于普查的内容涉及各资 公所也表示将会秉持三部二会的原则 请民众放心接受普查 为提供政府规划农业政策与资源有效运用等政策的参考数据 新庄区公所将从4月1号到5月31号 开始针对辖区内的农林与牧业等等进行普查作业 由于普查内容涉及各资 为此公所还提出了三部二会的原则 希望民众放心接受普查 而且我们会亲自发这个所谓制售防护的一个公文 那这个公文之外我们绝对不会泄露个人资料 我觉得这是可能现在民众比较担心的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不会泄露 就是普查表 不会去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 然后也不会请就是农友提供这个账户 或者是存着的这种资料 所以是希望说接受普查的农夫要对我们要放心 那如果说他真的就是不放心的话 就是我们有两个管道 就是你可以打电话来公所询问说 这个普查原是不是真的是我们公所派出去的人 然后另外一个管道是也可以打电话问里长 因为我们已经把我们所有那个普查原的名册 包括照片都已经就是有一份都给各里的里长 市民朋友要是有疑虑都可以直接洽询公所 或是当地里长另外客长也特别澄清 民众面对普查时最常提出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那个访查一个问题里面 可能会问到说农户们的那个生产成本 或是你的产量一年的产量有多少 那农民可能会担心说这个部分是不是说 将来我就要被克很多税啊或是什么的 其实在这边要跟农户们特别声明说 其实这个跟克税一点关心都没有 我们只是需要有这样子的资料 来作为我们日后就是针对农业政策的一些补助啊 或是保险有一个数据上的参考 客长请民众放心接受普查作业 而且新庄区的户数颇多共达2000多户 请大家多多配合 正确有效的普查数据 将来也才能够便利政府制定 有利民众的相关政策 以上新闻记者新庄采访报导 感谢您好 这些最后的新庄采访报导 投资数据 一个新庄采访报导 您好 看